有预言 崔氏女乃天命女 得知可得天下 一时间清和崔氏门槛被提亲者踏破 门房小丝满脸一问 崔氏有二女 阁下求取哪一位 提亲者懵了 啊 这预言杂只说一半 传言到崔府时 母亲正满脸愁容 她拉着我的手 无比忧虑 云儿你切莫忘了 你不过是个庶女 生来低贱 哪能与嫡女相提并论 我冷漠地看着眼前的亲生母亲 我是庶女不假 可我是清和崔氏的庶女 出身并不比其他世家贵女嫡 但因亲生母亲是洗脚臂 我的出身不过是父亲一次醉酒误事 故而母亲日日耳提面命 生怕我忘记了自己身上 还有一半她低贱的血脉 见我并不答话 母亲面露惊恐如灵大敌 抓着我的手又紧了几分 你莫不是在妄想天命女 这可万万使不得啊 我们命薄 哪里受得了这样大的福气 我不着痕迹地甩开她的手 揉了揉手腕 我方才不过是被吓到了 我知自己身份低微 哪里敢和嫡女比肩 听到这里 母亲才如是重负 那就好 那就好 转身她便拉我到嫡母卢室房中跪下 母亲难得的声音洪亮 主母荣饼 摧云乃摧是庶女 身份低贱 绝不敢与大小结征天命女之称 我一如平常低着头跪在旁边 一语不发 许久 上方传来嫡母一声轻蔑地笑 算你实相 天命女自逝指得我们家崔燕晚 有崔云这个健骨头什么事 母亲低着头硬喝着 是是是 嫡母勾起脚尖 用脚背抬起我的下巴 更何况她这容貌已毁 想嫁入皇室都难 怎么可能和我们燕晚争 是是是 云儿早就破了像 只等主母开恩 沾沾催世的福气 能嫁个穷书生做正房 就是天大的恩赐了 母亲讨好地点着头 看着我脸上的疤痕 满脸得意 她自然是得意的 因为是她亲手毁的 我自幼生的一副好皮囊 常常引得他人侧目 母亲日日忧虑 茶饭不思 终有一日 她夹起炉边的炭火 在我熟睡时伸向我的脸 我在床上痛不欲生 捂着脸忍不住地翻滚 她却站在一旁 大舒一口气 静静欣赏她的得意之作 并且事后不许任何大夫 为我医治 明明冬日伤口不易溃烂 她却每每趁我不注意 在我自己准备的膏药里掺颜 以至于在整个冬日 我脸上的伤口结痂都是蛇球 我的半边脸中是毁了 她反而生泪俱下 而啊 娘丹金节律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啊 你天生贱命不配有这样的容貌 我们生来低贱 能在竹母手下讨口饭吃 就是最大的荣幸 天命女的传闻愈演愈烈 宫中特开赏花燕 特邀崔是女 崔燕碗被众人环绕 贵笔公主 她突然回眸看了我一眼 若有所思 惊呼一声 哎呀 我的鞋面脏了 我跟着她的话语望去 不过是沾染了一点泥土 我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熟练地蹲下 擦鞋 有人说着 哟 这是什么规矩 让家中树妹擦鞋 崔燕碗吃笑着 什么树妹 不过贱命一条 这样的话 我在家中听得太多 崔燕碗在家中折磨我更甚 起初 我曾寄希望于我娘 娘却弯着腰 讨好着崔燕碗 大小姐打得好 我们这样的贱命 生来就是给大小姐出气的 我也曾反抗 但最终只会被打得更惨 我充耳不闻 擦完鞋 正欲起身 她突然一个抬脚 穿向我的下腹 身体的失衡 让我直接向后倒去 跌入湖中 岸边嬉笑声不断 我只能无助在水里铺腾 许久 才有太监将我从水里救起 我本就脸庞被毁 陷下湿透的头发贴在脸上 如同水鬼 他们闲雾地看着我 真是恶心 就这也敢说是崔府的二小姐 给我坐洗脚臂都不要 丢尽了崔府的脸面 还敢沾天命女的光 皇后心疼地挽着崔燕婉 真是苦了你和这样的人做姐妹 带你嫁过来 太子定然会好好对你 崔燕婉满脸羞涩 低下头 闪花燕 实则就是皇后为太子选妃罢了 我眼神看向远处 暗暗示意 一个黑色尽妆的男子走来 我竟不知皇后娘娘开着赏花燕 事已将人推入湖中取乐 皇后忍面露闲雾 但仍故作端庄 笑道 五皇子来此处 莫不是也为了选妃而来 崔燕婉彼夷 不过是个兵炉子 谁家贵女愿嫁给她 我朝向来众文轻武 且五皇子萧綦生母 只是个宫女 生下她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萧綦不得皇上喜爱 为了生存 十岁便自请到军中 自愿引去皇姓从小兵做起 多年在沙场上摸爬滚打 也算是一刀一枪 为自己博得个少年将军之位 听到这些话 萧綦倒也不气 若能得皇后娘娘止婚 我自当喜不自胜 皇后思索片刻 眼眸便亮了起来 嘲弄着抬手指向我 崔氏乃世家大族 这位崔氏二小姐倒是正好与你相配 本宫这就为你们赐婚如何 相配 萧綦好歹也是皇子 而我身为女子 容貌被毁 且仅为崔氏庶女 皇后这是拿我羞辱萧綦 但皇后开口 萧綦四是不得不应 含着脸拱手行礼 儿臣多谢皇后娘娘赐婚 有人怯怯私语 这崔氏二女竟一并嫁入皇家 说到底也不知天命女究竟指的是谁 那还用说 自然指的是嫡女崔燕婉 我暗地里打着手势 一人大声说道 这倒也不一定 听闻崔氏二女同一日出生 崔燕婉出生时并无异常 可傍晚崔云出生时 却天生异象 另有几人附和着 是啊 我也听家中长辈说过 剩下众人面面相去 半信半疑 其实十几年前的天象 根本就不会有人记得 但架不住说的人多了 现在又伴着天命女的流言 有些是 哪怕是假的 传着传着也变成真的了 萧綦撇向我 故作意外地说着 哦 这么说来 我这位过门的娘子 竟也可能是天命女 这还真是大喜呀 皇后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若我真的是天命女 那她这个止婚就玩拖了 萧綦四是为了缓和场面 继续道 下月崔家二女将先后集击 不如在集击里上求雨 上京已接连多日干旱 百姓民不聊生 若哪位崔是女能求道雨 想来定然是天命女无疑了 崔燕婉低头不语 细细思量 若能求道雨 自然是好 但若求不到雨 那她这个天命女的位子 可就坐不住了 可她已被架在这里 皇后质疑的目光 让她不得不担忧 哼 求雨便求雨 我定能带着天命 服则百姓 说完扭头离开 众人也纷纷散去 我与萧綦在人群中对视一眼后 先后离开 我与崔燕婉还未回府 赐婚的旨意便已到府上 同样的 还有几几里求雨之事 我领完旨意 前脚刚踏进房中 便被我娘紧紧拉住 她一脸慈爱和心疼 怎么浑身湿透了 也不怕地风寒 我不以为意 正欲解释 是因为突然 我娘脸色猛地变凶横 从衣袖中掏出一把匕首 猛地朝我脸上刺来 我只能下意识抬手阻挡 慌忙后退 手臂上的刺痛 提醒着我眼前的景象 并非梦境 我难以置信地看着娘 娘 你在干什么 她红着眼眶啊 你把另一边的脸伸过来 让娘划几刀吧 娘没想到你这般模样 居然还能嫁给皇子 我娘瘫坐在地上 拍着大腿哭喊着 可我们天生见命啊 怎么能高攀皇子 这样是会折瘦的呀 你这个不孝女 现在竟还要与嫡女 争天命女的名头 或许你容貌全会 才能使上天厌弃 娘这是为了你好啊 我浑身冰凉 止不住地发抖 够了 我凭什么不配 她奸笑着 你我天生见命 配不上这样的福气啊 你能苟活于世 有个温饱 都是你娘 我费尽心思得到的 呵 真是老太太进被窝 给也气笑了 我虽是庶女 但父亲是世家大族的组长 自是拎得轻 衣食用度 经营手势 并不曾缺我的 幼时 父亲让我跟随崔燕婉读书识字 我娘却到父亲面前撒泼打滚 以命相邪 原而是什么身份 怎可与大小节一同读书 父亲拗不过我娘 最后只能退一步 让我做崔燕婉的书童 我才能勉强读书识字 父亲怕嫡母欺负我 每每到了十几年夏 总会特意嘱咐下人 将衣服首饰送到我房里 可我娘次次原封不动 送回嫡母房中 有时嫡母看见衣服首饰太过贵重 还会同父亲大吵一架 久而久之 父亲不再搭理我 我在府中便如同下人一般 我娘却常找我诉苦 娘这一生为了你不知受了多少委屈 你却时常与我顶嘴 真是不孝女 我许久不说话 她急了 拿起手中的匕首 抵住自己的脖梗 你若要在鸡鸡里上求雨 你娘我现在就死在你的房中 我并不搭理 默默给受伤的手臂包扎 她奸笑道 崔云 你难道要逼死你的亲生母亲吗 我转头冷笑着问 娘 你喜欢经营首饰还是房屋田地 我娘原本情绪激动 突然被我的话愣在原地 你什么意思 我继续道 待你死后 我给你多少点 也算是尽了孝心 她当然舍不得死 只不过 因为我是她的女儿 是弱小的她 唯一能掌控的人 她享受着 并痴迷于用她浅薄的人生 操控着我的命运 只有在我身上 她才能稍稍感受到 上位者的快感 崔氏女求雨一事 在上京传遍开来 听闻皇上和嫔妃 都在打去作毒 崔氏二女 谁能求得这一场雨 整个崔府上下忙得人养马翻 嫡母倒也不是傻子 天命女之说 本就飘渺无一 原只想着借这个名头造势而已 可现在却要当众求雨 那一切便不一样了 这几日寻遍了整个上京的道士 更是派人到别处探寻 是否有能人意识 只为能在吉吉之日 为崔雁婉求得甘霖 深夜 窗户吱哑一声 一道黑影跃入房中 萧綦朝我丢来一盒药 冷冷道 莫 这是军中上好的金疮药 可别耽误了大事 我接过药 默默涂着 自是不会耽误 我托你查的是 查清了吗 她从怀里拿出一份卷宗 全在里面了 看着我的模样 萧綦倚以着门窗 环抱着双臂 打去道 你嫡母为了崔雁婉及吉里 忙得不可开交 你娘好像也没闲着 我眸色暗了暗 她四处忙活 整日里不见身影 你倒是挺闲 就不怕崔雁婉 真求道语 那太子之位 可就当真无法撼动了 萧綦低头摆弄着腰间的香囊 轻笑着 这与她能否求道 你不是最清楚吗 她抬头看着窗外的月亮 难难道 又或许 她能求到其他的 什么也未可知呢 八月初三 崔氏二女及吉里 整个上京 多少人挤破头 千方百计 想弄一张情帖棺里 只未见崔氏女求雨那一幕 就连宫中太子 与几位皇子都来了 我本应与崔雁婉一同及吉 但因这要求雨 所以按出生的时刻 先后举行 崔雁婉在位时 我在有时 直至崔雁婉将繁琐的吉吉里行完之后 登上祭坛 整个祭坛被卢氏花重金打造 神圣无比 台下无精打采的众人 瞬间亮了眼睛 崔雁婉身着华服 举手投足间 尽显神女气质 她虔诚地跪在蒲团之上 双手合十 身旁站着迪姆安排的道士 不停地挥舞着浮沉 嘴里念叨着 迪姆更是杀了不少牲畜 丢到祭祀顶中献祭 准备得如此充足 就连一些并不信神女之说的人 也摒弃凝神注视着 突然 天空阴沉下来 吹起阵阵凉风 天哪 起风了 不会真的要下雨了吧 这崔雁婉 莫不真是天命女 神女呀 健壮 太子猛地站起身 难掩眼中的激动 见天色变幻 崔雁婉 强纳着激动的情绪 高声呼喊 愿天降甘霖 赐福于我朝百姓 天边又似是有了回应 传来一些声音 伴着黑鸭鸭一团东西飞来 气势磅礴 带来阵阵大风 不少人耿着脖子 争相探望 崔雁婉得意地看着我 区区蝼蚁 也甘与我争天命 我默默退去 并不言语 黑团移动速度非常快 带黑影飞进 众人才看清是什么 有人惊呼 是乌鸦 乌鸦 好多乌鸦 快跑 快跑啊 成千上万只乌鸦 冲向祭坛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众人慌忙躲避 站在祭坛上的崔雁婉 更是成了乌鸦喜剂的对象 迪姆慌忙派加丁 护助崔雁婉 但为时已晚 崔雁婉 早就被成群的乌鸦包围 一时间 崔府乱成一团 祭坛之下 摔倒 踩踏 尖叫 哀嚎许久 都未能将乌鸦驱散 慌乱之中 萧綦带兵举着火把冲进崔府 他神色冷峻 仿若战场上的沙神 片刻便将乌鸦驱散得干净 祭台之上 崔雁婉早已被乌鸦灼得面目全非 摊倒在地 金丝银线制成的华服 上面全是乌鸦的排泄物 啊 我的脸 怎么会这样 我明明是天命女 祭坛之下 有人痛苦哀嚎 有人被踩踏至重伤 更有人被踩踏至死 什么狗屁 他绝不是天命之人 他冒充天命女 老天震怒 降下灾祸呀 不想啊不想啊 好在太子与几位皇子 有侍卫保护 并未受太重的伤 我站在一旁冷笑着旁观 崔雁婉于光看见我 毫发无伤 挣扎着爬起身 大叫着 是你 是你做的手脚 对不对 你这贱人 做事想朝我扑来 却只能跌下祭坛 他的喊叫让众人的目光 转移到我身上 祭坛之下 人人狼狈 可我却衣衫整洁地 站在原地 若是在其他时候 定有人怀疑我 可是却是在今日 有人大喊一声 难道他才是天命女 所以这么多的乌鸦 却没有一直攻击他 其他人恍然大悟 是啊是啊 况且说的是崔氏女 现下崔雁婉遭天怒 崔氏二女便只剩下崔雲一人 崔雁婉扭曲在地上 不可能 我贵比公主 崔雲她见命一条 怎么可能 天命女是她不是我 听到众人的议论 太子脸上难看至极 转过头 朝着父亲怒倒 立即清理场地 让崔雲求雨 太子急了 她可不管崔雁婉如何 也不论在场有多少人受伤 但到底谁是天命女 对她和她的皇位而言 很重要 待现场清理完 我吉吉里的时辰也到了 因乌鸦袭击 此时祭坛之下 早已少了大半的人 崔雁婉只做了简单的包扎 硬要强撑着到现场 我本为庶女 且生母并不受宠 如此多的达官贵人关注 也不过是因天命女的传闻而已 所以 我的吉吉里很是潦草 不过在场所有人 无人在乎 我的吉吉里飞速过玩 在众人的注视下 一步步登向祭坛 太子紧张地看着我迈出的每一步 我没有任何准备 祭坛之上 空空荡荡 只有我一人 台下众人看着天象 似是害怕 还有天怒之事发生 我跪在蒲团上 双手合十 闭上双眼 虔诚地祈祷 许久 天色并无动静 闹这么大一场 看来这崔雲也不是天命女 看来传闻都是假的 崔雁婉嘲讽着 什么东西还敢和我争 不过贱命一条 老天爷根本都不搭理她 太子如释重负 贪坐在椅子上 我早已被皇后只给消起 若我是天命女 那于她而言可不是好事 倒不如这世上 从来就没有天命女 我站起身 欲走下祭坛 突然 天色一变 铺天盖地的乌云袭来 狂风怒嚎 寝客间 大雨瓢泼 在场众人 慌忙撑其散 下雨了 有人欢呼着大雨 有人高喊着神女 而有些人 心却沉到了谷底 崔雁婉脸色苍白 摇摇欲坠 怎么可能下雨 她一条贱命而已 怎么可能求雨成功 太子愤怒地 将下人称的伞扔到脚边 我任由雨水打在身上 挺起几辆 站在祭坛之上 冷笑着 看着太子和台下众人 看着这些曾经自诩 出身高贵 高高在上 欺凌我的人 如今不得不正视我 仰望我 讨好我 太子脸下所有的情绪 走到父亲面前 此前母后为我指婚 不过是她一人说辞 并未上报父皇 而后我亦未曾派人下聘 故而我与崔雁婉的婚约 做不得数 就此作罢 崔雁婉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女子在吉吉礼上 被当众退婚 奇耻大辱 太子既然开口 父亲自是不好在说些什么 但太子又转头看向祭坛之上的我 崔雲既受天命眷顾 又有与我又是相识的情分 当入东宫为太子妃 如此才能顺应天命 辅责我朝百姓 他拿出腰间的玉佩 递给父亲 这是父皇御赐 本宫便以此物为信 特向崔大人 求取崔雲 父亲一双手犹豫地在半空中 不知是接还是不接 只见身后 萧綦撑伞大步走来 高声道 哟 真是不巧了 我下聘了 萧綦挑眉 将下聘二字尾音拉得很长 见状 太子忍住气得发抖的嘴角 转过头看向我微微一笑 语气里是对我从未有过的温柔 阿云 你想做我的太子妃吗 你若同意 我今后定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 萧綦也注视着台上的我 眼神中带着警惕 若我此时倒戈 他可就不好办了 一时间 安静地只剩下雨声 我轻笑一声 在众人的注视下 红唇轻起 太子这是哪里的话 我与太子幼时只见过几面 哪里来得勤奋 况且 我与五皇子婚事已定 自当安心待嫁 闻言 太子再也装不下去 阴沉着脸 拂袖离去 仅一日之间 我成为整个上京最炙手可热的人 而崔燕婉却跌入泥潭 奇怪的是 崔燕婉与嫡母二人安安静静 只时不时匆忙出府 太子退婚一事也在无下问 一个月后 上京接连出现一事 先是皇上贴身佩戴多年的玉佩 毫无征兆地碎了 南方小村似是出现瘟疫 不少村民染病 沪城河边被雨水冲刷出一个石块 上面竟用古言歪曲地写着 天降妖孽 国运渐弱 一日 皇上突发疾病 宫中乱坐一团 无论太医如何检查 只得出皇上积劳成疾 可流水得要下去 皇上的身体 却每况愈下 京中上下 不由得流言纷纷 国师夜观星象 提出若太子早日成婚 可谓皇上冲喜 驱散邪碎 我粘着手中的棋子 思索着棋局 也不知他们同太子说了什么 这到头来太子妃竟还是催艳满 萧綦落下黑字 痴笑一声 你是因着幼势情分难过太子娶了他 还是可惜了太子妃之位 我白了他一眼 五皇子有时间想这些小事 还不如多去查查太子的动向 这才是关乎五皇子的正事 萧綦抬眸看向我 眼眸深邃 让人忍不住地陷了进去 认真说道 这个问题 不是小事 忽然间 我正在原地 任由其子从指缝间滑落 我深吸一口气 平复有些慌乱的心跳 冷冷道 五皇子可别打去 因太子与崔艳满 还有你与我的婚事 明日皇上设宴 独邀我们崔氏入宫 你我还是早做准备 话说着 我收起手上的棋子 棋局成败已定 萧綦站起身 望向窗外 明日皇宫晚宴 此次宫宴 我娘因是我的生母 也一起被邀参加 自打我求雨之后 她越发不搭理我 偶尔看我的眼神中 拖了一丝阴冷 功宴至上 皇上神色倦怠 的确是重病之相 且说话语气越来越弱 不过多久 便要招呼太监上药 饭吃到一半 国师冲了进来 陛下 臣在观星楼中 侧得有邪碎入宫 臣不放心陛下 特此赶来 皇后惊讶地站起身 邪碎 来人 护驾 无数御邻军 立马涌入宫宴之中 皇上镇定地坐在位置上 即使病弱 亦散发着威严 陈生说道 邪碎在何处 国师一只手拿着浮尘 一只手不停地测算着 似是算到什么 他猛地抬头 环视众人 请问 此处可有八月初三 未是出生之人 此人便是被邪碎附身 众人眼神齐刷刷 看向崔燕婉 因我与崔燕婉 及基礼求语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我们二人的生辰 崔燕婉小脸煞白 慌忙硬答 我 我是可我不是邪碎 太子立马招呼侍卫扣下崔燕婉 皇后也恍然大悟 原来是邪碎 怪不得及基礼上招来那么多乌鸦 迪姆扑到崔燕婉身上哭喊着阻拦 儿啊 你是我亲生的 怎么可能是邪碎呢 我与萧綦混乱中对视一眼 他大漫一步 竟然是妖血 话说着 一脚踹到崔燕婉心口 崔燕婉吐出一口鲜血 瘫倒在地 不要 国师下意识大喊 众人目光急聚在国师身上 他面色尴尬 又立马调整姿态 掐指一算道 不对 崔燕婉不是你的亲生女儿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看向从头到尾一声不吭的我娘 这么大的场面 他居然一点都不怕 只躲在一旁 时不时英智地看着我 国师抬手只向我对嫡母说道 崔燕才是你的女儿 众人惊诧 如此混乱的场面 让皇上龙颜震怒 到底怎么回事 我娘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故作颤抖地说着 世事草民立欲熏心不甘 让亲生女儿做庶女 故而在生产之日 偷偷将我生的孩子 与主母生的孩子调包 崔燕婉爬到我娘面前 一副心疼的样子 原来你才是我娘娘啊你 何苦为了我崔燕婉这声娘 可算是把我娘这应了十几年的心 都叫化了 她瞬间泪水滑落 似是想起什么 嫡母也将眼神投到我的身上 她欲牵起我的手啊 真是苦他们这三个接受现实速度还挺快 一句话就这么快接受了 女儿不是女儿 娘亲不是亲娘的现实 我翻了个白眼 闲雾地拍开嫡母的手 无语至极 太子适时出声 打断这一段表演 如此说来 他们急急之日的乌鸦 是因催云而去 而崔燕婉 才是那个天命女说着 她似是反应过来 她猛地指向我 原来 这都是邪碎作恶 快 抓住这邪碎 慢着 站在一旁的萧綦 疑惑道 没想到 向来只待在詹心阁 两耳不闻窗外式的国师 看见崔氏二女 竟能立马分辨 直呼其名 况且 国师看起来很是关心崔燕婉 国师眼底闪过一丝慌乱 太子接话道 崔云容貌被毁 近日又评传她为天命女 国师自然颇有耳闻 国师慌忙点头 是是是 我娘爬到皇上跟前哭诉 我虽换了女儿 可多年来我也是细心照料 亲手抚养她长大 没成想 这个崔云就是天生的坏种 还是小丫头的时候 就学着用自己的容貌勾搭男人 我多番苦心教导 她却怪我多管闲事 她在家中也时常做一些怪异之事 房中贴着许多我看不懂的图案 紧接着 国师从手中拿出符露对着我笔画一通 谁知符露竟自然了起来 她定睛看着我 果然是妖孽 她容貌被毁 被邪碎成姬入体 为非作歹 近日上经怪事频发 便是上天警示 国师惊呼 陛下 您龙体欠安 正是因为这妖孽作恶 当快快以烈焰焚烧 驱除邪碎 才能保龙体胜安 皇上并未言语 看着国师细细思索 啪啪啪我拍着手掌 国师说得好 若是邪碎 必当以烈火焚烧 我也拿出一张符露 走到太子面前 挥了挥手 符露燃烧起来 我震惊到 太子殿下竟也是邪碎 太子脸色煞白 慌忙对着皇上解释 父皇我 我不是我 怎么可能是邪碎 我大笑一声 太子殿下 我不过是开个玩笑 你别太紧张 我转身 走到国师面前 不过是符露上 沾上一些特制的坟墓而已 这样的自然的符露 你要多少 我有多少 我继续道 我在想 国师本就地位之高 无论朝堂如何更迭 都不会动摇你的位置 是什么事 让你要冒着杀头的危险 在皇上面前撒谎呢 国师依旧嘴硬 我没有撒谎 你这是邪术 我吃笑一声 是为了自己的亲生女儿吧 你这全权爱女之心 让你愿意拿命去搏 太子急切道 你胡言乱语 我朝国师一生都不得娶妻生子 国师哪里来的亲生女儿呢 是啊 我笑着问道 国师是怎么和我嫡母纠缠到一起 还能顺利生下崔燕婉的呢 一直站在一旁 从未出生的父亲 惊讶不已 云儿 你在胡说些什么 她又看向嫡母 嫡母正和我娘扶着虚弱的崔燕婉 嫡母脸色煞白 低着头 不敢直视父亲眼神 我从怀中拿出一份卷宗 递给父亲 这上面清楚地记载了 国师与嫡母是如何相识 相知 直到淡下崔燕婉 萧綦见缝插针地说着 里面的口供 全都有人证 可随时调来问话 父亲细细看着 脸色渐渐 由轻转红 她三两步走到嫡母面前 啪 一巴掌扇到嫡母脸上你这贱人 我娘呆坐在一旁 眼前发生的事 早已让她脑海混乱 我走到皇上面前跪下 启禀皇上 国师与我嫡母暗自苟合 生下崔燕婉 而后嫡母又为了让崔燕婉 坐上皇后之位 找到太子联合国师部下这一场大局 您久病未遇 多半也是因国师在暗暗下药 只要严刑拷打国师 便可找到解药 砰 皇上扔出一个茶盏 静止砸在太子的额头之上 放肆 龙颜震怒 所有人慌忙跪倒在地 太子哆哆嗦嗦 父皇 我这一切都不知情啊 萧綦拿出一打信件 乘到皇上面前 父皇 这是我派人搜到的 太子与国师来往的信件 皇上接过手 扫了一眼 全部丢到太子头上 你这个逆子 你还要作何解释 来人 把他们给我押入大牢 不出半日 皇上已将东宫 国师府 崔府翻了个底朝天 将所有来往信件 药物查了出来 国师也是痴情的 无论多少酷刑加身 都只将罪责揽在己身 半句不提嫡母与崔燕婉 可太子与崔燕婉往来信件中 还是将他们抖搂出来 让我诧异的是 我以为这场局 是太子为了拉近天命之说 为自己造势 同时拉拢国师顺水推舟而已 可没成想 太子居然偷偷将国师给的药 换成的西域剧毒 他打算借国师之手 毒害皇上 好让他可以尽快登基 皇上被下毒 已有多日 毒入肺腑 即便找到了解药 也于是无补 时日无多 于是早早让位给消起 我走到阴暗潮湿的牢中 我娘被铁链拴住 双腿被打得血肉模糊 她稀里糊涂 被卷入进来 但好在对所有计划并不知情 也并未参与谋逆之事 所以只被判了个流放 他侧过脸 你这个小奸货 害了我的燕丸 你还来此作甚 我无语道 被弃笑了 黄花菜都凉了 他脑袋还没转过弯来 还把崔燕丸当他女儿呢 我盘坐在对面 十几年来第一次 与他如此面对面戏谈 我细细解释 你当日换婴儿 根本就没有成功 你称死不过是个妾室 你以为就给了吻婆一个金钉 她就敢换清和崔氏当家主母的孩子 我娘震惊地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这些细节 我无语道 所有人都知道 只有你不知道而已 你应该庆幸 即便嫡母知道你想偷龙转凤 她也不敢找父亲说起此事 将此事闹大 因为她心虚 她怀的根本就不是父亲的孩子 听到我的解释 我娘才反映过来在皇宫之中 大家说的都是什么意思 她难以置信 怎么会这样 我继续道 嫡母将计就计 让你以为患子成功 这世上多一个护着她的女儿的人 也没什么不好 更何况这么多年 你也确实如她所料 爱崔燕婉如命 不惜拿我做崔燕婉的绊脚石 她每每看着你为了崔燕婉伤害我 都不知道有多开心 所以她才沉默了这么多年 反映过来这些的我娘有些崩溃 她张了张嘴 绝望地嘶哑大叫 疼惜地看着我遍布疤痕的脸 这么多年这么多年 我害的竟然是自己的孩子 我心中五味杂陈 这一切我也是在皇上病重 让萧綦追查国师时 一并带了出来 她崩溃大哭 尖叫着 纤细的手腕 带着铁链锤打着墙 卢氏 你这个毒妇 你骗了我 还让我亲手害我的孩子 在皇宫大殿之上 在皇上面前 险些要了我女儿的命 我也曾想过 是不是要原谅她 这么多年 她对我的伤害 不过是因为认错了孩子 但到最后 我仍旧无法原谅 选择不插手皇上对她的处罚 因为 这么多年 无论是谁的孩子 她都不该如此对待 我起身 离开了牢狱 也终于 离开了困了我十几年的牢笼 我走出牢狱 萧綦站在前方等着我 你如今可是人人称颂的天命女了 我轻笑一声 这一切 多亏了五皇子 在边疆找到神算子 算到那日天降大雨的时辰 也多亏了 你派人搜集数万只乌鸦 囤积在城外 萧綦拱手道 我只告诉你消息 可这棋局谋算 皆是你所部 我摆摆手 行了行了 全靠你我二人携手 我闭上眼 感受着阳光 深吸一口气 过去种种皆浮现在我眼前 对着天空大喊一声 什么天命 什么贱命 我的命只握在我自己手里 萧綦感慨道 看着我脸上的疤痕 满脸得意 我后来才知 你竟是催世女 那时我娘对我无比嫌恶 除夕不许我与家人吃饭 反而将我赶出家门 美其名曰要锻炼我 不许我太娇气 是啊 当初只有你给了我一个馒头 她低下头 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耐时的我 也只买得起一个馒头 耐时的她 生母被害去世 独自一人在皇宫中 被皇后太子逼得寸步难行 多次险些丧命 除夕夜 在酒楼旁并排做了一夜的两个小朋友 终是亲手将自己从黑夜里拉出 她牵起我的手 阿云 你想要什么 你想要皇后之位吗 我看着她的眼眸 我要全天下最好的大夫 为我去吧 我要一个新的身份 游遍天下 我要黄金万两过一段 灰金如土的日子 我抬手轻抚她的脸颊 一字一字地说着 萧綦 我要自由 萧綦眼眸逐渐黯淡 无奈道 好 我都给你 看着她失望的眼眸 我心里不由地泛起一丝脚痛 深吸一口气 随后反握她的手 等我完够了就回来 萧綦的眼神瞬间有了色彩 她笑着 好 我等你 我等你